民生公共互聯網 資料應用競賽 這樣子的這個參加比賽之後 除了是有工作坊 對不對 有工作坊的這些 專家們給你們意見之外 還有獎金 這是不是一股活水重要嗎 你們覺得 我覺得非常重要 為什麼 就是對新狀況以後需要資金 如果你有創意 那你就不要猶豫 趕快馬上來 對 馬上參加這個競賽 因為它會給你很多幫助 商模要怎麼辦 因為每個單位 就是在意的是 這個東西能不能長久的營運 那才能夠長久持續維持下去 對 所以那導致給我們很多 商模上的建議 規劃 然後教我們怎麼去構想跟設計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你有構想嗎 那就不要猶豫了 來吧 會給你錢是給你資料的 對 總獎金550萬 我們利用了民生公共互聯網 裡面的公開的資訊 然後把它去做整合 對 那所以這些案件上面有什麼 像是自然災害 對 點進去會怎麼樣 它這裡就像我們這裡是三立的大樓 然後我們 比方說我們按潛市區 有按到嗎 它就會跟我們講說 我們這裡有沒有在潛市區上面 有沒有在斷層袋上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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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在台 台北的中潛市 中短期內陰無太大的風險疑慮 難怪我每天都覺得這個工作 非常的安心 透過了這個比賽認識了你們 還挹注了金額 然後讓你們可以繼續開發這樣嗎 有 對 就是它是一個緣分 就是我們現在有跟幾間房仲門市 對 有在做一個執行合作的部分 那 未來 因為其實剛才提到的就是 效果可能會是這樣 我們可能民眾只要有裝我們的規照殼 它經過門市隔壁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收到同時 這樣這個門是有符合你需求的物件 那你覺得如果我們有參加了 這個比賽的話 你覺得會被看到嗎 說真的 如果沒參加 估計是沒機會了 比賽過後其實它都有後續給我們協助 有提供我們說一些獎金的媒合 或者說政府的補助 這些他們都有後續都跟我們保持聯繫 張寧瑜起床 隨便講一個 他遲到了 我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通知他說 起床囉 然後那個溫度過高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他講說 現在天氣太熱了 要不要多喝水 然後或者是雨量過大的時候 他就是直接你要進宮區的時候 在宮區附近的時候 我就會通知你 現在已經停宮了 你不要進去 太危險了 我在參賽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詢問說 我們有什麼疑惑 然後我們有什麼比較需要學習的地方 然後他就會做一個專場 然後去幫我們去做這部分的指導 看起來有一個最初的主意 就可以查看 掉一個最初的主意 用一個最初的主意 算是智慧 那麽